我現在又不是真正有什麼行為 大家在幻想方面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他講到好像迷想自己人的那樣 人家歡樂他自己的事 歡迎實帝港男港女 是 如果你發現你的男朋友和X有染 你會怎樣 回答相 類似 回答相就不行了 就是你即庇 是的 如果他只是在電話呢 找個第二個 為何要弄X 你現在怎樣做 為何要弄X 那天我變成你的X 你弄我 這樣 是不是想法很奇怪 暗位真正 很奇怪 我們有阿郭 你是不是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沒有 我早一陣子 我打算去廁所 誰知聽到類似女性的 有些搓碟聲 那不是很大聲 我搓了搓碟聲 有些叫聲 為何會有什麼事 我最初都在想 是不是他跌倒 誰知不是 我聽聽一下 然後我發現 他原來這個過程當中 電話還在跟人聊天 然後他出來 我說你剛才跟誰聊天 他就不認 我說你讓我看看電話 最後被我搶到 原來他跟他以前那個男生 聊了二十多分鐘 你就證實到那些搓碟聲 應該就沒有聽錯了 就真的搓碟了 今期 是的 我要是跟他X 因為他到現在都沒有剷到他的電話 所以我認得他的電話 那我也沒有剷到我X的電話 是的 他還有保持keep contact 你不會啦 我看你的樣子 即是封殘 你不會再聯絡 我會形容你女朋友 然後塞賊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在你在這裡的時候 這麼急切了 我當然就質問他 我說你搞什麼 雖然都沒有什麼好解釋 但我也想聽一下他講這件事 演繹這個故事 他就說 純粹要幫一下他 他現在是孤獨 他還要跟我說 我現在又不是真的有什麼行為 大家在幻想方面幫一下大家 有什麼問題 他講到好像是想自己人這樣 來歡樂他自己的事 但是我就有疑惑了 其實他在我程度上 他就已經是出了鬼了 那我是不是應該繼續信得過他呢 嘩 嘩 阿米真的 我都猜不到他 阿米說他不是出鬼 不是啊 他有沒有看到這個X的 他只是電話 你不是要當他做part time 你不是生氣他沒有收錢 那如果我 如果我覺得他這件事沒有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會更加過分 他下次可能真的去做 其實我有些懷疑 我們之間的信任 不要再信任 阿米先 我很奇怪 你接受到你男朋友跟他X的X有通訊 當然不行 那就是啊 你為什麼要說他 我沒有說他不行 阿國說他已經是出了鬼了 那你說不是 不是啊 我接受不了跟他有沒有出鬼 我接受不了這個行為 但這個行為是否一個完全出鬼的行為 那又未必是 好像之前我們有雜數 有個女生做part time girlfriend 你記不記得嗎 她打上來說男朋友接受不了 其實我和你也是接受不了的 我們覺得既然你有另一半 就不要做part time girlfriend 然後大家都覺得我們不夠開通 我想了一會 我自己在想 不是開不開通的事情 而是如果在那個狀態上 他沒有背叛你 part time girlfriend 那個 因為我知道這份是工 所以我去做這件事 我不是因為我對你忠不忠貞的問題 我亦都對對方沒有愛意 是啊 現在可能就是阿國的女朋友 覺得跟他分開了 他有一個人好像有些情義上面 好啦我幫你啦 但我很愛我男朋友的 其實他女朋友都說得對 即是個字叫幻想來的 即是我沒有見到你 是啊 我又不在你面前 是啊 嘩 我只是想說你女朋友未必出軌 我不是要幫她解釋任何事情 我當你男士看A片 你只聽聲音也很有嚇唬的 那男人看A片是否出軌呢 是啊 我為什麼不信得她的原因 雖然我明白 是幻想 但問題就是男人看A片 是跟片中人沒有互動的 但現在其實他們是有互動的 OK 所以我引申到一個問題就是信不過她 而且是認識的 即是打173173那些是不認識的 是啊你不知道對方叫什麼名字 即是一個幻想的 收視之後你未必找回她 我不知道你真的那個樣子是怎樣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個細節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關係 但是我很關心的 如果那個女孩子 純粹幫對方 即是聲音上我幫你 導航而已 是的聲音導航而已 那我自己可以不用擦碟的 所以說句我播帶給你聽就可以了 你知不知道你女朋友 在廁所裡面 她自己有沒有進入興奮的狀態呢 可以是假的 應該是有處理 她有的 所以她也企圖在這個過程獲得興奮 那這個我覺得是有分別的 如果我真的做好心而已 我當自己心理醫生或者什麼都好 我幫一下她 那你在聲音上我幫一下處理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身體力行的嘛 那下一步你還想怎樣 下一步她說都不行 不夠刺激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去她家裡呢 OK 是吧 有沒有道理啊 那就是我應該信不過她 我覺得不是信不信過 你有沒有跟她談 你首先告訴她 你這件事你先接受不了 第二就是你不希望她再會繼續去做這個行為 就不用一來就已經完全失去信任 但我明白這位是一個介意位來的 那你先跟她說了先 你去看看Hanky先生的樣子和聽你的聲音 應該都已經心灰意難想走 都挺心灰意難的 有啊 還有她第一次出來她也是不認的 怎麼認啊 我也覺得很難認的 之前有一個打上來 男朋友對著自己的朋友打什麼 他都不認的 是人做了事打死也不認 沒錯 自然反應 那如果因為看到這件事 而要求跟女朋友分手 我覺得合情合理的 合情合理 就是我接受不了就接受不了 只不過我覺得可以有商有良談一下 就算我覺得真的接受不了要分開 我覺得你也可以告訴她 其實這個行為是你一手破壞了大家之間的信任 因為如果在她的立場 她覺得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時候 而你堅持分手 她只會覺得是你小器 但若然你把這件事說破了給她聽 究竟問題位在哪裏的時候 就不是你小器 也不排除大家的價值觀不一樣 可能女生的價值觀就是 我這樣聲音幫幫她 不行嗎 是的 我自己也有摸自己身體不行嗎 我摸自己身體的對方又不在 不行嗎 這個價值觀不一樣 你也是沒得玩的 是的 那你就要讓她知道 你要讓她知道 純粹大家的價值觀點不一樣 而不是你小器 我想說 有時候女生可能因為 或者男生在吵架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你不明白我 你小器 你喝醋 喝乾醋 就是因為你要帶出那件事 就是觀點和價值觀 最重要是價值觀不一樣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觀點角度這件事 就是大家磨合 不可能永遠都是一致的 但價值觀這件事 如果大家的出入點太大 其實就沒有得玩的 是的 不如大家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去找一個差不多價值觀的人 因為真的三觀一不對就錯了 現在我覺得主動權就在阿國身上 現在你能否接受到 有這件事 有這件事 他聲稱說沒事 看看你行不行 當然你一定要告訴他 不可以有下次 因為你接受不到一件事 看看他說 如果以後沒有下次 他是可以的 會遵守到這個原則 我覺得你原諒到他 OK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說 其實是不是他怎樣 答應我都好 我也是信不到他下一次 那你當然要走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因為沒有了信任 其實你只會更加多的猜疑和顧慮 是的 就是這段關係 放生他 他繼續幫他前男友 他前男友那麼需要他的幫助 可能別人真的很急切需要 希望令到你舒服一點 要想一下 是的 多謝你 拜拜 其實前任這件事 都困擾過我們幾多的群眾 前任X這件事 真是一個課題 所以我剛才一開咪就說 你喜歡前任 我先變成你的前任 我變成你的前任 那你不是很OK嗎 你這樣跟我互動 你繼續跟我互動 原來有些癖好的時候 你試試這樣 如果我很喜歡你 我不介意吃 如果這個X可以跟你有一個互動 各位又怎樣看呢 在下面告訴你 如果你是阿郭的話 你信不信得過這個女朋友 他肯定留言 神經病 早走早著 我覺得 普遍你們都是這樣留言 還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就告訴我們 like這條影片 share出去給你的朋友仔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鍾仔 下次有新片 他就會告訴你 記得你們去看 好啦 下集再見 拜拜